你 你來想要寫什麼字 寫謝謝 剛剛還說很感謝人家 現在還叫我寫個謝謝 差不多吃飯六點嘛 因為你燉 你準備半個小時 你開始燉兩個小時 差不多就是六點吃飯嘛 差不多 我想差不多四點五十分再來做就好了 你一個蛤蜊 金針菇跟娃娃餐 年份 十分鐘可以 你四點半再來 趕快切殭屍是不是 我雞頭是不是要切掉 可以嗎 比較好看 你突然覺得雞頭在好像不太對 可以切掉它嗎 而且人雞不用先燙過 對 不用 我覺得這鍋子不夠深 這鍋子好像不夠深 跟上我們其他大的鍋子 超大的 超深的那種 對 這個超棒 這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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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 直到六 我這個笨蛋 兩位給我一點空間好不好 好 厲害耶 你想一下要寫什麼 光要不要用黃色啊 可以啊 我來補一下他們的那個神情 然後我覺得 那個神情畫得很好耶 我現在有點擔心 我把有些人的特質畫得太明顯 然後我想說 又不算 我們就是文化比較藝術感啦 我盡力了 藝術派 親愛的民宿老闆們 這是我們兩個人小心翼 因為我想要留一幅畫 是我印象中的他們 我從昨天開始畫到今天 就是想要留一幅 我此時此刻 我住在這個民宿 我看到你們每個人的樣貌 在我腦海裡 我把它畫下來 然後想要送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妳來想要寫什麼字 寫謝謝 剛剛還說很感謝人家 現在就寫謝謝 妳畫的這已經很 不行啦 寫字而已又不是 我們又是寄居蟹 然後又是獨木舟 而且他們全部的人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會跟著我們去 全部的人陪著我們去 我真的 而且我們還一直拉走別人的 那個船 一直 一直靠著別人前行 妳想要寫什麼 沒有 那妳覺得我們要放在哪裡 我們應該放在一個很神秘 很好的地方讓他們找到 馬桶蓋裡 不是 作詞